今天我來到中國企業協會 拜訪了十多位選舉委員會的委員 是很用心地聽了我向大家解釋 我將會執行的施政理念 我向他們解釋了我三方面所要求做的工作 包括用結果為目標去解決問題 全面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以及建立一個穩固的環境給香港發展 我很多謝他們聽了我的施政理念之後 都同意和支持我這個施政理念 在大家會面的時候 我亦都很多謝在座的選委 提出了在他們領域所想到的一些方向 是給我參考的 這個我回去就會和我的團隊去研究一下 對我施政當方面也有參考的價值 我亦都感謝了中國企業協會 他們在香港對於經濟民生 以及整體在香港的生活所需方面 是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特別在我們日常的生活需要 特別在抗疫時間我們的物資等等 中資企業協會 不同的機構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令到香港在方方面面的生活 需要都得到保障 再者在我們整個經濟的活動 和在金融的發展方面 都是有積極的作用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都感謝 中國企業協會的各個成員 所作的貢獻 快來訂閱通視 按旁邊小鈴鐺給我們點贊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 也歡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